- 北京时间8月7日,2018U18南篮亚青赛仍然在进行,中国U18南篮再次打出震惊表现,最终100比52掉打黎巴嫩,迎来两连胜。 - 全场比赛,效力于美国NCAA宾夕法尼亚大学,的王泉泽再次爆发,他只打了17分钟就狂开始9分9吧,直接碾压了黎巴嫩的内线。 - 不仅是内线强杀,王泉泽还展现了外线的三分球能力,他有望成为中国南篮,下一个进入NBA的球员。 - 之前91分狂胜二连球的比赛中,王泉泽就哄下24分9个篮板三次助攻,今天他则是延续了自己的发挥,并且效率更高了。 - 两号43加18,王泉泽在U18南篮亚青赛,的统治力实在可怕,王泉泽在高中时期就已经出名了。 - 他所在的高中培养出了斯坦利·约翰逊这种顶级NBA球员,但他还是以赛星级球员的身份进入NCAA。 - 之前的国庆热身赛中,王泉泽就带队在农商银行杯四国国金南篮争霸赛里,96比80游战胜美国队。 - 他投进四个三本卡下25分,可以说,他未来甚至有机会成为姚明接班人,并且在这个小球时代,得到自己的发展空间,NO,XV。 - nten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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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